大家好 這兩天的恆指和上兩星期的星期一、星期二都是這樣 都是低開低走 上兩星期都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有一點反彈 今個星期會不會和上星期一樣 星期一、星期二跌、三、四、五跌一點 機會會有,但在圖表上要加倍小心 因為恆生指數似乎做了一個小圓頂 由之前的25,400回彈上去26,800 然後做了一個小圓頂 Wing track大概是26,200至26,800 如果這個圓頂是真的完成了的話 即是說底部要再出一次的話 有機會下回到250天線 即是說25,400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雖然近來這個26,200至26,800 這個Wing track已經炒了三個星期 但事不過三,會不會在第四個星期的時候破局呢? 加上年底,資金開始沽回貨部署下年 所以回饕的壓力小心一點 接下來一兩個星期 其實外圍都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消息了 都是美國總統大選那些 究竟誰是總統啊? 那麼蝶加呢? 就是中央的經濟工作會議報告開會了 那麼今年來說呢 就是反壟斷法啦 防止資金無罪擴張啊 以及這個需求則改革啊 都可能是重點來的 那麼這些如果有更加明確的信號啊 各樣的話呢 就再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啦 我們到來看看